第1219集 脸色变化更大的 是他身边的地后战神 当橘子听到这一声爆喝之后 在短暂的眩晕过去之后 脸色已经变得一片惨白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再次颤抖起来 这一次不再是因为兴奋 而是因为恐惧 是啊 恐惧 因为他已经听出了那声音的主人是谁 也正因如此 他才会产生恐惧的情绪 在这个时候 他最怕碰到的就是这个人 强烈的金阳光芒将大地照得闪耀 而空气却骤然变得寒冷起来 片片雪花从天空中飘落 笼罩着整个战场 要知道 现在才只不过是个初秋而已 可气温却在一惊人的速度下降着 而那些在空中飞舞的雪花 却并不落地 荧光在远处似乎闪烁了一下 第一次闪烁的时候 仿佛还在天边 但在此闪烁之时 却已经到了近前 两道身影同时出现在半空之中 出现在日月帝国大军前方 是他 真的是他 橘子身体晃了晃 眼中已是一片骇然 孔德明下意识地一抬手 将白虎公爵拉拽到自己身前 以浑倒气将其控制住 此时此刻 那突然到来 恶着了橘子的两人 乃是一男一女 那男子 一身淡蓝色长袍 一头长发在脑后飘扬 相貌英俊 更奇异的是 他身上有种出尘的气质 在他身体周围 雪花不断出现 一团团螺旋状在悄然盘旋 埋一片雪花 苏引苏现 当它们消失的时候 雪花表面附着着一层淡银色的光彩 不仔细看 无法辨别 而在他身边的那名女子 就更显得光彩多目了 粉蓝色的大波浪长发 一直从身后垂到脚下 绝美的胶岩 令天地为之色变 同样是粉蓝色的眼眸之中 营耀着淡淡的光运 在他身体周围 柔和的金色光芒不断闪烁着 每一次闪烁 却都有轻微的龙吟声出现 在橘子身边 已经有人惊呼出声 这是 过雨后 那个曾经一条石的霍雨后 灵兵斗罗霍雨后 在他身边的 应该是龙蝶斗罗唐武童了 是的 这骤然出现在战场上的人 正是霍雨后和唐武童啊 历经三年苦休 他们在不久之前 终于出关了 三年时间 在深度冥想的过程中 仿佛只是过了一瞬间 霍雨后终于成功地吸收了 斜眼暴君主宰的全部精神力 然后凭借着自己 已经远超极限斗罗层面 接近半神层次的强大精神力 控制着体内魂力 完成了第三魂合的修炼 彻底融合了体内所有魂力 同时 掌控了空间的力量 他的第三魂合 就是空间魂合 本来在半年前 霍雨后的修炼 就已经完成了 但唐武童却因为没有他那么强大的精神力 在修炼过程中遭遇了瓶颈 霍雨后以自身强大的实力 以及双方亲近的魂力 精神力为牵引 为他护发 才终于在一天前 帮他也完成了最终突破 成就第三魂合 他们在人类史无前例的阴阳 互补双魂合前提下 又成就第三魂合 再次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虽然 他们依旧是极限斗罗 这个层面的强者 但却绝对是斗罗大陆历史上 最强大的极限斗罗 出关之后 霍雨后因为对命运的感悟 已经达到了更深刻的层次 立刻就感觉到有些不妙 两人飞到附近城市 略以打听 就不禁大惊失色 他们这才知道 橘子竟然没有遵守当初的承诺 悍然发起了战争 并且在战争中 已经灭了斗陵帝国 得知这个消息 霍雨后不禁勃然大怒 正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到心头一紧 冥冥之中 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 在契机牵引之下 带着唐武童破开空间 用最快的速度赶来 就在刚才 橘子初见那一瞬 霍雨后其实 还远在五百里之外 他感受到了那恐惧的极致 这才先以声音破开空间 将声音传来 悍然呵止了橘子 然后在短短数息时间内 通过空间奥义的掌控 带着唐武童横跨百里 来到此处 看着橘子面前 赤裸着上身的白虎公爵 霍雨后此事心中 已经不只是愤怒了 更是百感交集 橘子看着他 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四目相对 橘子的眼圈顿是红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在现在 这个时候回来 为什么 橘子手中长剑抬起 猛然刺向了旁边的白虎公爵 他知道 自己如果再不出手 恐怕就再也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这一次 他全力以赴 自身魂力已经提升到了极致 他要杀了他 这要杀了他 就能报那血海深仇 丁 翠明声中常见刺众 但却无法深入 橘子目瞪口呆地看到 原本自己身边的白虎公爵 竟然已经换成了那个 朝思暮想的人 玄武之患 霍雨后最喜欢复刻的魂迹 在这一刻拯救了父亲的生命 他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精神力和魂力 硬生生地破开了孔德明的银月神光照 完成了玄武之患 白虎公爵已经出现在了他原本的位置上 在唐武通身边 常见刺中霍雨后胸口 发出那一声脆鸣之后 迅速寸寸碎裂 孔德明大吃一惊 下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银月神光照 向内收缩 想硬生生地压制霍雨后 滚开 霍雨后怒吼一声 刹那间他整个人的身体 瞬间变成了赤金色 强烈的金光向外爆发 恐怖的精神风暴 在一瞬间弥漫于身体周围 一尺范围内 那曾经连玄老 都暂时控制住的银月神光照 在这刺目金光面前 竟然一下就被撕扯成了碎片 霍雨后释放的金光 瞬间又变成了银色 下一刻那银月神光照 已经回到了孔德明身前 将他自己的身体笼罩其中 孔德明此时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惊讶来形容了 他震惊地看着霍雨后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向后退开 拉开了与他之间的距离 这个人 这个人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竟然已经到了此重程度 他刚才竟然在一瞬间封闭了周围 所有的空间 银月神光照最大的傲益 就是借助空间之力 无论遭遇多么强大的攻击 都能够将其导入空间之中 可这个人却是硬生生地 封闭了周围的一切空间 让银月神光照无所遁形 然后在凭借无与伦比的强大精神里 硬生生地要撕碎这银月神光照 如果不是孔德明见机得快 他这件性命相合的本命魂倒器 就要被彻底的毁灭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不但他会从十几魂倒时瞬间跌落 就连本身也会遭受重创 霍玉浩根本连看都没有去看孔德明眼 他的目光只是落在橘子身上 这个为什么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为什么 橘子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那么相信你 你竟然背心弃义 趁我闭关之时发动战争 霍玉浩的声音十分低沉 但每一个字从他口中吐出 都在空中产生一种 奇异的精神波动 此时日月皇家魂倒师团 已经迅速围了上来 将他 唐武童 和唐武童身边的代号围困其中 星罗城方面 看到突然出现的霍玉浩 无论是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 还是唐门众人 无不在大吃一惊之后心中狂喜 别人或许感觉不到霍玉浩此时的状态 玄老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现在的霍玉浩在实力上已经超越了自己 这意味着他已经成就了极限斗罗呀 而且一定是有第三混合的 因为没有第三混合 他就达不到极限斗罗那个层面 虽然不知道他如何做到 可此时的玄老才真正看到了希望 玄子文 发射干扰弹 史莱克所属 唐门所属 跟我去迎 于浩巫同回来 玄老一声令下 早就迫不及待的唐门众人 顿时第一时间从新柔城城头飞起 直奔不远处的霍玉浩 唐武同方向飞去 橘子呆呆地看着霍玉浩 却并没有后退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 你会闭关很长时间 你可知道 如果一直有你的威慑在 我根本就不敢继续发动战争 你问我为什么 那好 我告诉你为什么 你应该记得 为什么我会当初选择嫁给徐天然 为了报仇 为了我父母的仇恨 是他 是他 一边说着 他抬手指向白虎公爵代号的方向 说到最后 橘子的情绪已经变得歇斯底里 他整个人的身体都剧烈地颤抖着 眼神中只有无尽的怨恨 霍玉浩冷冷地看着他 橘子 没想到 你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 为了一己之私 发动大陆战争 你背心起义 网顾十年之约 什么都不用多说了 立刻退兵 将你们日月帝国所有兵将 全都撤回元属日月帝国境内 将听魂帝国斗灵帝国新罗帝国徒弟归还 我就饶你们这些人不杀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就突击你日月帝国要如何 没错 你的恐惧是对的 我回来了 我绝不会允许你日月帝国统一大陆 笑话 一旁的孔德明怒急返笑 无知小儿 你以为就凭借你一人之力 就能扭转乾坤 让我日月帝国大军 无法统一大陆吗 就算付出一定代价 你今天也必将原落于此 一边说着 他抬起右手 身后的日月皇家混岛师团 迅速散开 成为一个弧形 隐隐围绕着霍语浩 但霍语浩 却像是没有看到他们似的 转过身 面对飞过来的唐门 以及十来个学院众人和道 大家都不要过来 这件事 就由我来解决吧 贝贝心中一急 就要说话 可飞在最前面的玄老 却竟然真的停了下来 并且张开双臂 阻止了其他人的前进 大家停下 让于昊来处理 贝贝挤道 玄老 他们只有两个人 绿帝国那边 玄老摇了摇头道 人数 如果能够在课题 只剩的时候 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元数 斗罗大陆三国 也就不会输给 十月帝国了 别忘了 于昊 是我们使了个学院 培养出来的 极限单兵 现在的他 才是真正纵攻 无敌的极限单兵啊 相信他 听了玄老的话 众人都安静下来 但却无不目光灼灼的 看着霍玉浩和唐武通的方向 霍玉浩冷冷地看了橘子一眼 荧光一闪 他就已经回到了唐武通身边 同样也是白虎公爵戴浩身边 霍玉浩 戴浩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想要说些什么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自从这次战争开始之后 霍玉浩就凭空消失了 就连史列克学院的人 都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再次相见 他竟然已经如此强大 正让白虎公爵 也是心中大为惊讶 他原本自负 必死 可谁知道在关键时刻 霍玉浩竟然赶来相救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他 心中有一丝异样的感觉 似乎眼前这个年轻人 变得和原来有些不一样了似的 霍玉浩目光平静地看着白虎公爵 向他点了点头道 你先退后吧 我处理完眼前这些事情 我们之间 也有一些事情需要进行了断了 白虎公爵愣了愣 但还是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朝着史雷格学院和唐门众人的方向飞去 橘子突然立声喝倒 不 不行 他不能走 不许走 他知道 霍玉浩和唐武童回来了 错过这次 他恐怕永远都没有报仇的机会了 日月皇家混倒师团的攻击 在橘子怒喝的同时发动了 一道道刺目 前光瞬间朝着霍玉浩和唐武童传射而去 那剧烈的光芒横空出世 那可是接近三百名八级魂倒师秀伟的强者呀 更是在孔老的引导指挥下 前光瞬间覆盖 淹没了霍玉浩和唐武童的身体 橘子的身体震了震 他尽管想要报仇 但是当他眼看着霍玉浩和唐武童 被那强悍的魂倒光芒吞没的一刻 心头还是漏跳了一排 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们不会 他的担忧 事实上也只是持续了一瞬间而已 前光在闪烁之后 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一座银色的大门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霍玉浩和唐武童身前 将那所有攻击的光芒全部吞噬 再强大的攻击 无法落在实处又有什么作用呢 霍玉浩的应对方法 和之前孔德明面对星落城方面 魂倒式攻击时几乎一样 只不过 在空间之力的掌控上 他明显更胜一筹 孔德明似乎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抬起的右手猛然挥出 这一次 银月神光照 以更加广阔的方向 朝着霍玉浩和唐武童笼罩了过去 覆盖了大片区域 原本霍玉浩和唐武童身前的银色光门 居然就在银月神光照范围内 骤然消失了 作为时机魂倒器 奥秘又岂止是那么简单呢 封锁空间 孔德明也能做到 而且他还能大范围的封锁空间 孔德明是魂倒科技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一向相信 人定胜天 一个人的力量 在强大面对总能量强大的攻击 也终究是没办法抗衡的 空间导引可以 但如果失去了对空间的控制呢 他们又如何来将那三百名八级魂倒士的强大攻击引走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才对 因此他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要封闭空间的同时 用最强攻击将霍玉浩和唐武通击杀 近三百道强光再次闪耀 但这一次目标却并不直接是霍玉浩和唐武通 竟然是孔德明自身 孔德明身上一层奇异的银色甲昼 纵然亮起 他这银色甲昼完全呈现为镜面样式 胸前是一块从胸口处 一直延伸到小腹的巨大宝石 这块宝石也呈现为亮银色 背后的所有光芒涌入之后 竟是迅速在银月神光照的引导下 进入那巨大的惊石之中 强盛的荧光 让他此时看上去 就像是一颗银色的小太阳 日月帝国浑岛科技如此发达 底牌又岂止是只有一张那么简单 此时孔德明掀开的 就是另一张底牌 没错 受到干扰弹的影响 一般的联动攻击浑岛器 已经无法使用了 但是眼前孔德明所施展的 并不是简单的联动 而是引导联动 他自身就作为一个中转战 将那些来自于日月皇家浑岛师团 浑岛师们的浑岛射线 通过自身进行引导 压缩融合 再爆发出强大的攻击 在这其中 涉及到复杂的空间掌控知识 这样的攻击 也是没办法在别人身上复制的 因为需要强大的魂力 精神力同时 也需要对这些力量足够了解 日月皇家浑岛师团 浑岛师们身上穿着的人形浑岛器 全都来自于孔德明的设计 再加上他音乐神光照 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才能完成这样的一击 在孔德明看来 这样的攻击已经完全凌驾于极限斗罗之上 说是神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也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强一击 原本就是为了应对 新罗城这边的极限斗罗的 之前面对玄老没有使用 就是为了不想杀死玄老 引发史雷格学院方面不可化解的死仇 而此时面对霍玉浩和唐武童 他们的存在已经威胁到日月帝国了 孔德明立刻毫不犹豫地翻开了自己最大的一张底牌 强大的攻击也在顷刻间展现出来 霍玉浩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和唐武童手拉着手站在那里 他的左手缓缓抬起在身前 一层奇异的光芒也随之出现在他身上 碧绿色的光运混合着冰蓝色光影 远处高空中原本的金色太阳 在这一刻竟是变成了蓝色的圆月 是的 满月 而不是弯月 强横无匹的光芒 从孔德明胸口处暴射而出 那光芒已经无法用颜色来形容 当他出现的一瞬间 天地也要为之暗淡 恐怖的威能 并不远处的橘子不禁惊呼出声 要知道孔德明的这张底牌 就算是身为帝后战神的他 也并不知道